Lun Sang 女生最喜歡這種 電腦周邊的小物了 我看到一個好可愛的東西 Chocolate 其實它的真面目是 一個USB Hub USB Hub 它做得好像真的巧克力 就是顏色跟巧克力的弧度 然後形狀 就感覺好像可以從這邊掰開來 啪一聲這樣子 為什麼要做這樣子的設計 就是Just for fun 對 沒錯 像這個的話 現在的USB Hub 其實越來越需要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一般的Notebook 可能就最多兩波三波而已 對 可是你USB的周邊可能 很多 非常非常多 會變得不夠用 可是你就只用Hub的話 太單調了 對 太單調了 所以在設計上的話 可能現在越來越多廠商 會走向這種趣味 或者是一些設計上的改變 來讓它增加一些豐富性 而且因為其實Hub 它整個連結 跟所謂的傳輸速度 或什麼也沒有太大的關聯性 所以它的造型就變成 其實非常的重要 常常是可以讓你 有點加分的作用 或是吸引其他同事們的注意 對不對 沒錯 對 我覺得這個巧克力 很適合拿來送禮耶 對 因為它有黑巧克力 還有白巧克力 對 而且它的包裝 真的就很像禮物 對 它的包裝就很像 一個真正的Chocolate 上面還有寫那個可可亞 對不對 就覺得哇 非常酷 白巧克力 黑巧克力 任君選擇 沒錯 像這邊還有另外一款 這是另外一種設計 比較像是我們常玩的那種 樂高 樂高玩具 GIMU的Hub 我覺得這個GIMU Hub 它做得非常的仔細 因為我們想說 它是有點模仿樂高的形式 所以前面做凸出來的 但你沒想到 翻過來之後 它真的後面也是有做的 而且它這個設計是 真的可以拿來疊的 真的喔 它真的可以拿來疊 只是我這邊沒有 我感覺得出來 因為它有這個孔 其實你就可以去拼湊 你自己想要的形狀 這樣好酷喔 就是譬如我堆了一個汽車 或是做了一個城堡出來 然後其實它們全部都是USB Hub 如果你需要就是三 超過四個以上的話 如果你需要72個USB的Port的話 你就可以拿這個來堆疊 在你桌上這樣 非常可愛 這個也是非常適合拿來 當送禮的產品 對 因為它連包裝也是模仿 就很像小玩具一樣的感覺 然後除了像這樣子樂高 就是比較童趣系列 還有巧克力之外 我覺得這個也很特別耶 這個是獨卡機嗎 對 這是獨卡機 這個的話 它的設計非常跟一般不一樣 我們一般是可能是 在正面這樣插入式的 而且我一般看到的獨卡機是平的 對 就是 你可能就是覺得 對 比較像HUB這種感覺 它是整片平的 對 但是它是做直立式 譬如說我是直插直拿 就是拔起來 像插座一樣 對 對 然後它這個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特點 就是它的背面 它是帶有磁鐵 所以說我今天如果是主機的話 其實我插在主機旁邊 我就可以像這樣 吸得住我的東西了 它是有磁性的 這樣很方便 收納很方便 或者是我們那個辦公室 Petition 對 有時候也是 對 而且在你在Petition上面 就變成說我是直接這樣拔擦 對 非常方便 很好用耶 然後它像我手上拿的這個 它是SD跟Micro SD 對 那小凱手上拿的這個 就更多選擇了對不對 這個是像是有 我看一下 Micro SD XD跟MS 對 像它就比較支援 三 四種以上的卡片 很多種 對 這很好用 哇 好可愛喔 好 那除了像這樣子的 所謂HUB跟讀卡機之外 我們知道現代人 它的這個 所謂的收藏都非常的多 有時候你可能是有兩 三個SD卡 或者是說隨身碟也很多等等之類的 這時候你也要做好收納 尤其隨身碟還好 因為隨身碟有一定的體積 可是像SD卡包包一片小小的 很容易弄不見 我覺得這樣東西非常神奇 像這個就很棒 這個我們叫它普普風 普普風 普普風的SD卡收納盒 它可以收納到四片的SD 跟四片的Micro SD 對 就等於 它有一點像是SD卡的行李箱 就是這個扣環的設計 它有一點點像我們那個 比較傳統的公式包 或是行李箱的感覺 是一個扣子 你把這個扣子打開之後 就好比打開了一個機密文件 然後也有一點書的感覺 有四層可以裝SD卡 而且它的這個 因為SD卡 Micro SD卡是可以夾在裡面的 對 你就可以把它拔掉 然後裝在這裡面再插件去 可愛耶 對 所以其實如果是手機的 Micro SD也沒關係 因為Micro SD更小很容易弄掉 你就可以在這個 砍在這裡面對不對 沒錯 然後塞回去 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房間 上鋪跟下鋪 這樣感覺好可愛喔 非常骨追 然後也有顏色上面的選擇 對 它這一款 我今天只帶來三款 它有五個顏色 對 還有黑的跟紫的 對 好 不過其實我們 講到這些電腦周邊 看了之後大概都知道功能是什麼 可是今天小凱帶來兩樣東西來 其實很能夠偽裝在你的辦公桌上 你看不出來它是做什麼用的 請問這兩位猴子與 這個比較猴子 這個我們比較 果子梨 對 類似 果子梨與小鴨 他們的故事是 他們的功能是幫你打掃你的桌面 跟你的鍵盤跟螢幕的 如何打掃呢 像是我們看到這隻小鴨 它這個比較轉開以後 這樣子 比較扁平 它是尼龍刷的 尼龍的成分 這個硬度比較硬 我們鍵盤一定有縫隙 對 縫隙你可能會刷不到 很髒 可是我就把鍵盤的縫隙 的灰塵勾出來 這是清潔鍵盤用的功能 這兩個的毛 它的材質是不一樣的對不對 像這一款就是羊毛刷 羊毛刷 對 羊毛刷它 它專門拿來除螢幕上的灰塵 也可以防靜電 所以包括就是電腦螢幕 或者是說鏡頭 相機鏡頭也可以嗎 相機鏡頭的話可能有 比較沒辦法 像如果是鏡頭 可能還要再搭配吹球了 如果是傻瓜相機的那個就是 液晶螢幕 那個也沒有問題 對 因為它非常柔軟 不會傷害到螢幕表面 這個很舒服 即使是刷在人的手上 都覺得好軟喔 像是女孩子的粉撲那樣 對 沒錯 比我的粉撲還舒服的感覺 沒有考慮拿這個來當粉撲 所以這個比較硬的話 就是刷鍵盤的縫隙 好可愛喔 聽說還有很多其他的動物好朋友 對不對 對 還有其他的 像是 我看一下 藏頸鹿嗎 不是 有海豚 有海踏 海踏啊 然後還有 一時真的想不起來 反正就很多種 沒錯 大家就會想要把每個動物都買一個 然後擺在你的辦公室上 我有看到有人真的一次買一組 對啊 就買了快的 如果是我就會很想做這種事情 真的 好 剛剛講的這些電腦周邊 都是針對 如果你是用桌上型的電腦 你需要這些東西 其實還有一些這個行動辦公族群 對他們來說 最重要的電腦周邊 就是把自己的筆電保護得好好 但是筆電包現在很多都 你知道比較死板一些 就是黑色的那種包包 然後很厚重之類的 今天小凱帶來的是超時尚的 那種電腦包 對 像現在我先拿這一款好了 把它倒下來 這一款 因為現在 這個包包有日文名字對不對 我看一下 它像是這邊有寫 它叫Bezmo Bezmo 對 Bezmo就是在日文意思 可能另外或者是 另一個包包 對… 像是這兩款我們是算是 就是今年冬天出了新的色系 會比較迎合你冬天的感覺 對 像它前面這一個 袋子的部分 收線材是不是 對 你可以收納你的線材 你有帶外出的話 然後裡面的話 你可以看得到這邊 請問一下這個扣環的作用是什麼 它裡面就是 因為我們現在 其實你帶小筆電出門的話 有時候常常要跟朋友或傳出東西 一定會有隨身碟 它這是收納你的隨身碟用的 把它扣在這個裡面 對 你就可以把隨身碟 收納在這裡面 對 其實它裡面的材質 整個防震度感覺也十分好 對 而且剛剛提到別池的部分 大家可以發現這個包包的一個特色 就是它沒有旁邊的勾環 沒有旁邊的勾環 我們不能背著它 我們一定只能提著它 它的特色就是說 另外一個族群就是我們族大人 可能強調女性市場 你女性市場一定會有 像是自己喜歡的包包 可是你不會專門為了買Notebook 而去買了一個像公式包 來裝Notebook 對 它就很簡單 你只要今天帶著你的Notebook 我今天拿著就出門了 我就自己再背一個 我喜歡的皮包 睡覺包 準備包 都可以 對 這是它的主要的訴求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 如果東西真的不是很多 你只是要帶一點錢 然後帶那個手機的話 其實就帶著小筆電 然後手機 錢包放在前面這裡 對女生來講也很好用 因為整個就很時尚 你這樣出門就是 大家也不會想說 你帶的是一個筆電包 我覺得非常的不賴 然後有很多款式可以選擇 還有這邊還有另外兩款 這兩款的話 就比較時尚都會一點就對了 這個比較我們叫它 這個叫時尚包 這個我們叫它名媛包 名媛包 就是針對不同的族群 可以有不同的挑選 像這一款它是表面做的材質有點像 接近像露骨的感覺 但是其實它算是冷腹 很甜蜜的 對